这位教授整完事了 这不专家老母猪脚腕岔子 又开始甩上词了吗 这位专家说了 不生孩子得罚款 以前什么的 想生孩子的时候你计划生育 整的生孩子人的话 那家摇嘎跑走南窗北的 背小帮闯关东似的 从这跑到那儿 生孩子藏起来 腿脚不利索的 没跑了的那字的 罚你款 可逮着你了 有啥拿啥那家赶上胡子了 没有钱就把彩电都给你报好了 现在你看人口少了 你又开始不生孩子得罚钱了 现在疫情给人闹的 那么想生孩子心有余力不足 自己还没活明白呢 还不知道哪天呢 身体还没成好呢 你拿谁当老母猪的 想生都生啊 不想生都不生 一胎生七八个十多个 你是专家你打个样吧 你先给整一打 现在这啥经济条件呢 啊 用一句话形容 都是这么扎不根的都 还生孩子呢 车贷楼贷 哪样你们少要呢 哪样你们少要吧 还上学学费 哪样你也没少了 国家给的政策挺好 这不贴 那不住呢 哪个到老百姓手呢 不都进你们郎的手里头呢 那家楼的勾满好平呢 从这年到那年老百姓 挣俩钱不是负数都是清零 你说 不垃圾用业障花 那都算你有能力 养一个小子你说 多少钱呢 从楼到订媳妇 到结婚到生孩子 得一百万 拿啥当钱 你说要生都生 你说要不生都不生 现在这家庭条件不好的 儿子媳妇都订不上 害他们生孩子 拿啥生 你给大伙研一研究 吃点啥药 让大伙别有毛病 渐渐康康的活了 你钻家钻家的 你是天天给家 专门研究老百姓啊 你研究老百姓也行 你给老百姓倒点福 你有钱放个屁都是香的 没钱连出气都有错 现在你钻家给家放个屁 你都有钱 老百姓不玩命都没钱 有时候没有玩没了 钱没挣脑 干点人事吧 研究点正事吧 先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先提高上来吧